每逢端午節 大家都會吃一隻種應節 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 端午節吃的種 跟我們平時飲茶吃開的糯米雞 兩者到底有什麼分別呢 要講歷史的話 去年秋時代已經有種了 而糯米雞就是源自於 近代廣東的夜市 一般相信都是由糯米飯演變而成的 爆種的時候 竹葉、芭蕉葉、路豆葉 都有人用 有些就要過味 有些就是想要過藥效的 再用草繩綁實 等於煮筋的時候不會爆開 而且一煮就要幾個小時才煮得透 而糯米雞就這樣用荷葉包著蒸 不需要紮實 很多時糯米都是預先蒸不熟的 所以十幾二十分鐘就吃得了 糯米雞的餡就有講究 一定要雞肉和鹹蛋黃 很多店舖都會放冬菇、火腿、鹹米等等 餡和飯的比例都很平均 而要好吃的重點就是在汁裡 而不同地方的種 都有自己的餡料 鹹肉種、綠豆種、鹹水種 變化總之非常多 不知道你們喜歡吃種 還是糯米雞多些呢? 不妨留言告訴我們 洗雞拉